好 回到宣傳現場繼續要來看到的是 發生在上個月 宜蘭爆出說有9所學校86名師生 他們在吃完夷養午餐之後 開始出現上吐下蟹的 集體的食物中毒的症狀 那麼今天調查結果出爐了 縣府在採集了檢體當中 發現說這個糙米裡頭 是有金黃色葡萄球菌 因此懷疑可能是在分裝 或者是在準備的過程當中被污染了 那麼縣府也宣布了 從即日起是跟廠商來解約 而且現在全案也將會移送 司法機關來偵辦 來聽聽衛生局的說法 好 那麼衛生局表示說 當天團戰業者提供了六千多份的營養午餐 然而在包晚的時候是陸陸續續出現 有86名師生感到身體不適 也不是所有都吃糙米 這個糙米的人都有中毒的症狀 所以推測說食材本身應該是沒有問題 僅有可能是在分裝或是準備的過程當中遭到污染了 那麼縣政府也宣布呢 從今天起要來跟廠商終止契約 而接下來也會積極的來積查其他家團戰業者 要來保障食生們吃的安全